轻松撕开包装 刚好一个饭碗大小 电锅蒸10分钟或微波炉加热 就能上桌享用 这家成立超过50年的老牌食品厂 研发出引发友善及时料理 将猪肉或鱼肉打成泥 塑形再调味 让无法咀嚼甚至吞咽的长者 也能吃得有尊严 像这样一个糖醋猪的时候 我又有菠菜 我有红萝卜 我有猪肉 每一个每一个都有独立的味道 老人家需要蛋白质 业者取得日本技术 把台湾黑豆黄豆 变成软而不烂的小零嘴 另外可常温保存的蛋白丁 经过食品所评鉴 也拿下了容易咀嚼的标障认证 85岁以上的人 就比较可能牙齿比较不好 可是会吞咽的肌肉的障碍 可能就会产生 因此我们所需要到 用到这种质地调整的时候 的人口以目前来看 大概不会超过40万 以这种社会责任来讲 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些 适合这高龄者 台湾迈入高龄社会 外界预估 未来50岁以上 首龄人口将破千万 每年商机以兆元起跳 然而从财政角度而言 高龄化社会却也危机四伏 就以劳保来看 去年国内劳保收入为4275.5亿 其中劳保一次给付 1014亿 年金给付3102亿 两者占整体比例高达96% 代表劳保每收100元 就得支出96元作为老年给付 那以个比较悲观来估算的话 我们未来如果要让这个 劳保的这个财务能够维持个 二三十年这个稳定的 这样的稳健的话 大概政府的博博的金额 我想大概会 大概在1000亿左右 那这1000亿的这样的一个金额 我想会对这种的财政来讲 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劳保告及指示冰山一角 根据主计总处 最新发布的国情统计显示 由于退休给付勤领和长照人数增加 台湾2020年高龄给付 高达一兆1235亿 短短一年内就比2019年的 一兆0391亿多出844亿 年增率8.1% 占GDP比重也从2016年的5.2% 一路提高到5.7% 国家支出越多 代表财政压力山大 我们现在长照的规模 就是算那个金额的话 大概五六百亿左右 那可是如果长照的需求 就是实际就需求来看的话 那我们需求那个金额 其实超过千亿 不管是透过现在政府的税收来做 或是往保险制走 都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的 就会是政府必须要有相对应的裁员 不过与其他OECD成员国相比 台湾高领起付占GDP比例 似乎小屋建大屋 像是普遍高福利支出的欧洲 意大利以16%居贯 希腊法国排第二第三 至于日本也高达12.4% 南韩则只有3.1% 财税专家分析 高龄化最严重的日本 早早意识到劳动人口减少 将导致税收连年递减 因此近年频频扩大税机 从消费税下手 希望让国家财政永续 日本就是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在财政困难的情况底下 他们也知道他们老年继父 必须要有足够的财源来应应 所以他们就提高了 就是他们价值税的税率 我如果提高1%的价值税税率的话 我可能可以带来将近800亿的税收 那这个对于就是用来做老年继父的 一些相关的财源的话 它就会是一个很好的财源 我国生育率全球倒数第一 2025年又将进入超高领社会 当劳动力不足 税收减少 财政负担增加 台湾的国安危机已然迫在眉睫 TVB新闻 罗氏鹏 戴源丽 台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